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关心你的说 对吧 对不对 有没有道理 你们说怎么样 我们是试还是犹豫 那好吧 为了保密 来 自然自然 摩尊怎会这么巧 也来祝贺 舍肖微微领眉 指了着你身上 你顿时有什么东西动了动 你突然想起来 对了 我身上有颗GPS赤火猪啊 居然忘记丢掉了 原来他是专门来找自己的吗 无听闻 你要与月华君成亲了 承认 否认 承认 否认 怎么都是这么难的选项啊 如果我承认 如果我承认 万一他喜欢咱们呢 对吧 因为之前的时候 他 他临走之前还看了咱们一眼 他对咱们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意思的 被咱们承认了 他一想 什么 我得不到的 别人也别想得到咔 咱们又死了 对吧 那如果说 咱们否认呢 他就说 你撒谎 竟敢骗我咔 咱们又死了 跟他在一起好危险啊 否认 否认吧 还是承认吧 我怎么办啊 承认 是有这个想法 丑花儿 还是喜欢他 这个 你在他面前说这种话 你在他的面前夸别的男人美 他我跟你说 哎呦 天哪 这个 月华君俊美 又温润 的确是 很难讨厌 你小心的措辞 我跟你说 你就算这样小心的措辞 我跟你说 他还会很生气 你也像引诱吴一样 引诱他了吗 我没有引诱他 是他在引诱我 你相信我 真的 他动不动就抓我的手 对我说 叫我 唯一去 对吧 我根本 那个啥 是小猛人抓住你的手 你猝不及防地陷入他怀中 你惊讶不已 似乎闻到他身上的冷香 魔尊你 这是做什么 之前不是还想杀我吗 你紧张挣脱他 居然 亲 哎呀 我招他居然 轻人一卷 魔尊微微 垂眸看你 我只是想引他出来 丑花 难道你察觉不出 无留有余地 哦 他实在像咱们解释 对吧 他 我感觉他是怕咱们恨他 他才像咱们解释 我没有真的想要杀你 你没有觉得 我当时都没有下狠手吗 我都没有 我都没有刺向要害 对吧 他什么意思啊 他真的 他真的 这 可是我和月华君在一处 你倒不是理所应当吗 如此一来 我尊也大可 大可去追求那位 大可去追求那位 妖精女王的芳心了 吴从未说过爱她 但她是魔尊 唯一认定的女子 不是吗 三界之中 唯有她 能与本座相配 你翻了个白眼 我这是表白吗 但是遇上你 吴却觉得 配与不配 又有什么感性 我的天 哎 魔尊你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之前不是死傲娇吗 你不是死不承认 还说我们丑吗 真是的 花音刚落 赤霄逼近你的一只手 将你困在山不礁前 这是被逼都了 四目相对 赤霄离你极近 你看着他深邃的一瞳 浓烈而火热 铃儿 哇 修罗场 修罗场 而且现在是三个男人的修罗场 喜欢我的那个小龙人 也在这里 喜欢我的月华 也在这里 魔尊 也在这里 嗯 有好戏看了 铃儿 突然一声 鼠续温润的声音 一顿时如遭雷击 果然是月华君 竖然出现在眼前 金袍凤毛 却无甚表情 金凤和一众仙家 也跟了过来 哇 大家开始说了 搭起来 搭起来 真是看热闹 不嫌事大呀 数目相对 重目睽睽 你和赤霄的姿势 也太 太引人误会了 一顿时头皮一炸 立即躲开赤霄 急忙跑向月华那边 赤霄说 不许丢掉赤火猪 擦身而过时 赤霄轻声而喻 然后变化成一缕青烟消失了 哇赤霄 你也太怂了吧 月华一来你就跑了 对吧 你应该 你应该跟他打一架 然后把我夺走啊 对不对 你不是那个什么 八道总裁吗 你太怂了 他方才还说什么赤火猪 但不是磨叽的至宝吗 天女和他 钟仙家顿时议论纷纷 你在看月华君 仍是一脸如常 你内心却越加的不安和心虚 没有打起来好可惜 对啊 我也觉得 月华君都不吃醋吗 月华君什么都不说 对了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宠物系统 等一下给你们看一下宠物系统是什么样子的 有些关于你的流言蜚语 在天空传开 说你是魔族间隙 身份可疑 我突然发现我没有全屏 等一下 稍等啊 好了 你暗自不安 从下找个机会和月华君解释解释 我可以点宠物系统吗 我们有一个宠物系统 然后平时可以喂食啊喝水 拔毛是什么鬼 我存个胆 我拔个毛试试 我的天 我们拔个毛吧 敲头 拂毛 亲你 拔毛 等等 等等 我给他拔了毛之后是长了好感度吗 拔毛 降了好感度 喂食 长了 拔毛 降了 哦 拂毛 长了 敲头 降了 心你 长了 喝水 长了 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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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聊 翻灰 要不要丢掉吃火猪 要不要丢掉呢 存个档 存个档 算了 要 慎选 他都告诉我慎选了 就是肯定说 如果丢掉了肯定会出事 对吧 要 为什么 我跟你说 如果丢到吃火猪 就再也看不到修罗场了 你们信不信 吃火猪在我身上 摩尊可以知道我在哪 可能以后还会再来找我 然后月华君又出现 他们就 哇 可打一架吧 是吧 打一架 对吧 我就喜欢看这种场面怎么办 丢掉了 他就找不到我了 就没有修罗场了 我不 我不丢 我就要修罗场 我不 我就要修罗场 刚才都没有打起来 好失望 我一定要看他们打一架 天上的 天上的男神 和魔戒的魔尊 打起来 多有意思啊 你们刚才不是还看热闹 不见事大吗 还是留着吧 要是那个杀星知道 说不定要教训我 一阵推门声响起 月华君微微惊讶地看向你 灵儿 找我 你闻言有些委屈 你 你是在生我的气吗 没有 灵儿怎么会这样以为 月华君神色温润如常 似乎真的没有什么生气 可是也没有笑容 你突然觉得有些古怪 似乎 从看了他开始 他就一直这般清淡如水 温润有礼 却从未真正乐出笑容 实在 是比 仙人还要像仙人 你不由得下一时问道 你 不生气吗 看到我和别的男子在一起 为何要生气 你不生气吗 你是装的吗 还是怎么样 你 你又惊又疑 心内 似是 突然破了个窟窿 你爱我吗 月华君微争 爱是何物 什么 你如遭雷击 不可知心地看着月华君 原来 一直是我在 多做情种 做多情种 他平和会喜欢我 你既不爱我 为何要娶我 我答应了你 如果不是那个誓言 你是否还会娶我 月华君微微沉吟 我不知 你浑身一颤 心里顿时无味杂衬 原来 你根本没有心 却要走了我的心 你顿时鼻尖一酸 负气而起 为何 还能如此平常 自己 却为他悸动不已 这是爱吗 这不公平 曲枭恨约 冷静 我们怎么弄 我觉得他不爱我 我觉得他不爱我 我觉得他还不如摩尊呢 摩尊 摩尊还对我热情如火呢 他对我简直是 什么平淡如水 我觉得应该打一下 对呀 对呀 我觉得应该打一下 取消 取消 取消就会打架是吗 真的 你对我这样的话 我真的 我要取消 我先乘个党吧 我有点怂 取消 我不想嫁给你了 约华君文言未经 刘儿 不要任性 你不肯再回应 大步推门 大步推开了店门 内心酸楚万分 我们会不会太冲动了 自那以后 你便搬出了 岳华君的寝殿 随意住在一个客间 九华店宫女 暗自窃喜 奚落于你 我这群宫女啊 真是的 夜深之时 自己点燃一盏明烛 心里 却想起那个 心里却想起 那人如画侧影 忽明忽暗 你独自看着 天公明月 辗转反侧 刘儿在你身边 蹦跳 重复着 我爱你 我爱你 你无奈一笑 扶了扶他 我看看你 好感度满吗 你饿吗 给你喂点吃的 给你喂点水 给你拔个毛 吓死我了 我刚才给他拔毛 都不讲好感度了呢 吓死我了 你再给你喂个神 还是你对我好 刘儿 为何他却不肯对我说呢 月华他喜欢我吗 我爱你 我爱你 刘儿似乎急切地 在你身边道 你轻轻抱起刘儿 拥在怀中 谢谢你刘儿 我知道他 其实对我很好 但是 却痴心妄想着很多 我真是个 贪心不足啊 你叹息一声 暗暗想着 不知道他是否也会 如自己这边 这般烦恼 不想再这样 狼瞻下去了 明日便与他和好吧 可你却不知道 这是你最后一次 看到天空 这是你最后一次 看到天空的朗月烦心 咋了 完了 要出事 完了 第二日 天光微亮 你就听房外一阵喧闹 这几个宫女实在过分 你起身要出门 却听外面几个宫女说道 四皇天女回来了 四皇 你心里一惊 连开 连开门的手都一些颤抖 百年来 都没有凡人 余化 余化登仙了 今日 突然有一女子登仙 据说她容貌绝美 举止高贵 先立先后一眼便 看出了她的真身 她才是真正的 四皇天女 那咱们店中那位 果然是个冒牌货了 嗯 我就要说嘛 天女怎么会是个狗尾巴精 那般气质连我都不如 四皇天女 又请的是这种 卑微低贱的花金 送到代替的 你暗自抓紧了门 猛然推开 众公寓 微惊 天女 呸 什么天女 不过是个冒牌货 就算装上什么天女 仙俊也看不上她 我看不如早点滚蛋 你握紧了双手 动手教训 无视她们 咱们是教训还是无视 我是这么想的 首先咱们 真的天女回来 咱们不是天女 咱们教训她们吧 咱们 到时候 天宫的人也不会站在咱们这边了 现在大家都觉得咱们是冒牌货 对吧 而且 我就怕咱们打不过她们 她们是天上的仙女 咱们是地上的一个小花精 我存个挡 我教训她试试 能教训就教训 教训不了 咱们就 独挡 动手教训 你猛然发难 顿时两个宫女 大惊失色 居然敢动手 小小花精 看我不教训你 是否跳过战斗 存个挡 我要战斗 完了 又是这个 这个好难的 这个 这个好快 速度好快的 我已经受不了了 被对方躲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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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示范 我要独挡 我要独挡 她这个战斗系统特别难 我跳过战斗 我是课金玩家 战斗胜利 零力加十 那位四皇天女 现在在哪 几个宫女 喃喃的说了声 灵霄宝殿 你转身 独自走了出去 你要亲眼认证事实 哎呀 我们要去跟人家 互怼了 要去撕逼了 你偷偷丢进店中 去见仙家齐聚 百官庆贺 仲仙家 皆为这个女子 她衣着轻朴 却掩不住天生励志 身姿如腐柳 气质绝尘 果然是个难得的美人 我真的是四皇天女 美人迟疑地轻声道 绝无错误 你的真身 便是一段天华竹心 皇儿 你终于回来了 先后和先帝 温言拦住她 这一幕如此熟悉 主角却换了个人 月华君 也等了你许多年了 你还记得她吗 先后起身 让出月华君的位子 却见她俊美飘逸 发丝如雪 一如 一如你初见 那女子一见便红了脸 似曾相识 皇儿 月华君轻声问道 修长的手指 微微抚向那女子 却听角落里 一声尖锐响动 忠心家接近 宁莽然收回手 却正与 月华君 无喜无怒的眼神对上 她却 视若无睹地移开 是啊 她终于找到 她要找的女子 她们才是 郎才女貌 天地良缘 她为何还要在意我呢 那些海誓山盟 从来都不是给我的 你心里一颤 有些碎裂的声音 刚才那个 是你内心碎裂的声音吗 你内心碎的 碎的可以 是那个冒牌货 她还有脸来这儿 假冒天女 居心叵测 她会不会是 魔戒派来的奸细 你们一开始 对我不是这样的 你们这群墙头草 我不是 我不是奸细 若不是你 岳华君 怎会被魔族所伤 我看你们是 传统好的吧 无错 我听闻前几日 她还与魔族 思想来往 消消化尽 这是恶毒至极 众仙家出言相逼 与心慌不已 拼命捂住 头喊道 我不是 我没有 我从来没有想过 害她 岳华君 站在那儿 岳华君 站在那儿 真正的 思黄天女身边 对你 视若无睹 红如陌生人一般 先后见状 微微沉吟道 英只是一场误会 这位姑娘 也没有做什么坏事 众仙家 一轮声渐小 岳华君身边的天女 疑惑地打量着你 你暗自抓紧了手 转身立即 转身立即 逃也似地离开 原来自己 真的不是天女 自己也明明想过 可是为何 还是如此心痛 难道还是舍不得吗 四皇天女 名正言顺地 住进了九华店 与岳华同住 听说不过几日 已经恢复了 往昔记忆 九华店上 都尊她为女主人 而你这里冷冷清清 常有宫女 在外面冷嘲热讽 那个冒牌货 怎么还不走啊 真是脸皮厚 腰就是腰 房外几个宫女 一轮纷纷 也心烦意乱 内心却想着 再见岳华君一面 若要走 也好好地和她 道一声别 自己平白得了那些 本不属于自己的 舍身相救 和温柔相待 明知那些 都不是为了自己 但还是傻傻地 喜欢上了 你忍不住捂住脸 泪珠 像断了线一样的 温柔 刘儿焦急地 在你身边鸣叫 你还将她抱入怀中 我宁愿自己 从来都是月见谷的 那个 无忧无虑的小花精 每天听你 重复着那一句话 住口 你们在这儿胡说什么 一切等仙君来 定夺 谁让她那么死 死后脸皮 取去一个地间的花精 还装作天女 来骗仙君和大家 现在被识破了 还不滚 沐冬的声音响起 门外还是那些宫女 不服气地反驳道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一声轻人女声响起 你微微一惊 参见天女 我们只是瞧不过那个花精 冒名顶替你这么久 被石穿了还不肯走 那位妹妹 应该也不是故意的 而且她也是 与月华君相处这么久 若是有些不舍 也属长情 要是月华君有意 娶她做个侧妃 别未尝不可 侧妃 天女实在太大度了 她哪配得上侧妃 门外冷嘲热讽 你心如刀脚 侧妃 自己自然不会傻得 不自量力地去 也不会去想 若是心中 没有自己 还有什么意义 你心如刀脚 苦楚无边 却只能独自饮下 月华君的伤又复发了吗 突然一个宫女 突然一个宫女的惊呼 引起了你的注意 月华的伤 不是好了吗 没错 这几日都血流不止 实在忧心 慈黄柔美的声音 忧愁不已 都是那花精的错 若不是她 月华君子会受伤 你心内一紧 多说无用 眼下我只希望 她能好起来 你心里如同一团嫩麻 月华君的伤 是为自己受的 的确是自己的责任 怎么能就这样一走了之 得想个办法才行 可是自己是一个小花精 可是自己是一个小花精 能如何做 门外闲聊声 见歇 众宫女 恭送 丝黄回殿 你暗自忧愁不已 却听到一声轻语 听是云海之边南边 有个老翁种了一棵果树 名为血腥果 有神奇的治疗之效 也不知道能不能救仙君 不过那老翁性情古怪 仙帝都很难逃来吧 而且天海广袤危险 从来没有仙家深入过 也是 我们仙君如何是好 闻眼你心中一动 云海之边 也许这是自己 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就能还他的救命之恩吧 一定要拿到那个血腥果 等众人离开之后 你独自走出九华殿 云海 好 那我们这期呢 差不多就录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的女主角呢 现在要去云海拿血腥果 究竟能不能拿到呢 请听下回分解啦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